刚刚六点钟又看了特区政府张建宗司长邱提华和刘二畅的三位 他们说一下疫情的事情 最初也有些期望 想一下他们会有什么要说 或者会不会说一下究竟封不封关 对于口罩的状况,即是市面上 今天看到各区都这么多人在抢口罩 他们有什么看法 最后其实我总结是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尤其是在过去那半年的一些运动上 我觉得特区政府的态度很强硬、很坚定 不过对于疫情的处理 看到他们有一种很无力感 或者说来说去,只能说到一些很大的道理 或者一些很原则性的事情 今天也是一样 其实张建宗就感觉到他在口罩固住的情况下 他是不断喘气的 我其实也很担心他 因为看到他的精神状态 和气速的情况相当之严重 我希望他身体健康 另外一方面,说回来 然后整个记者会都来来去去 你只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说有3,400万个口罩 有些就来了 有些就有2,400万个左右就会来 但是坊间一些的说法就是 会不会由政府统筹去采购 或者怎样去分发给市民 会不会派一下口罩 这些事情全部都不会做的 另一方面来说,其实对于一些抬价的状况 又怎样去做呢 其实邱腾怀都答不了 因为只是觉得如果那些商家这样做 就会令人感觉到 感觉令人很负面 整个记者会都留于一种 其实是无计可施的感觉 确实,我也知道的 考富难为无米吹 没有口罩的情况下 你们又可以要求他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发觉有一个现象 都应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第一 外国其实或者一些其他地方 他们的做法真的很不同 譬如马来西亚就刚刚公布了 如果这个时候抬价的话 就有可能要坐牢的 就三年牢的 这个就是他们对于一些口罩的价格 就是不合你们上升 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当然,你可以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经济社会 我们就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也明白的 但是在非常时期,我们是否有非常手段呢 就是等于 之前的《无面法》 我们都用这个紧急法 去用一个立法 但是为什么这次其实在全民 今天真的十八区都有人 抢口罩的情况下 或者抢购口罩 大家有些人也都晚上去凌晨四点五点 就去排队的情况下 为什么政府就算连少少姿态上的东西 好像在新加坡 就是派每人每户 就是派四个都好 对不对 但是都不去做 又说觉得可能那个程序就很 就是 未必能够这么理想做得到 这个就令人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正正就是执行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也想跟大家 跟大家说一说 今天一些所见所闻 其实在我自己住的区都一样 就不单止一个地方 是逢是说有口罩会卖的地方 都有一些排场的情况 而且最惨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出来排队的 十居其六七 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婆婆公公 或者一些主妇等等 可能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们根本上就需要上班 他们基本上就下来排口罩了 但是呢 我想说就是说 这种抢购的恐慌呢 其实呢 是会有一个呢 可以说是楼梯级的效益 就是一级一级来 就是说今天大家去抢口罩 明天可能呢 或者已经在发生着的 其实就是说 会不会抢购一些其他的日用品 其实是看得到的 譬如抢购完口罩之后 洗手液啦 漂白水啦 甚至乎这几天呢 也都有一些人在网上呢 就也都有一些的说法 就是说 看到有些人也都抢购一些的日用品啦 食粮啦 面包也都卖了的 元朗有一家的店铁 我看到他的面包 架上面空空如也的 那就证明了就是说呢 其实 抢购口罩呢 如果政府不是真的 就算你说姿态上面做一些东西 令到市民安心的话呢 很容易就出现一个楼梯级效应 而这个楼梯级效应呢 可以是来得更加恐怖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啦 就算你说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都好 但我们见到 譬如台湾就限制这个口罩再出口啦 那新加坡也都派口罩啦 澳门就是实名制去卖口罩 那马来西亚就是台价就要罚 那在这个情况下 香港在我们周围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措施 去令到他们当地的国民啊 市民有一个比较安心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仍然是什么都不做呢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呢 今天呢 张司长有多次提到就是说 他今天呢 在记者会上答的问题呢 就全部都会围绕着口罩而已 那至于封关那些呢 其实就没有答过的 那他就说 那我们呢 其实呢 一直都在开会 明天呢 就都会继续开会 那和特首都应该会出来说些话 我觉得就是 如果不断就是在开会的模式里面 在街上 所谓飞沙风中转 在运转的话呢 其实就会令人感觉呢 究竟政府现在这一刻 为什么各样事情都要不断开会 但是就好像以而不决那样呢 老实说 讲到最后 我都知道 口罩确实你受算三千多万个都好了 只能够解而为之急 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政府这一刻里面呢 应该给到市民呢 多一些信心 这个呢 才是可能解决这次疫情的 在心理方面的其中一个好的办法 因为确实病毒就没眼的 如果要来的话 就算我戴口罩也好 可能接触都会传播到的 但是在人心 在民心上面呢 如果我们都是先输一仗的话呢 那确实 我想政府就不单止是说抗疫不力了 然后民心都再一次输了 那就 确实就不太乐观 好 这一节和大家听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